这星期四市值征发近两兆 11号台股重挫660点投资人一片恐慌 这也成为行政院长赖清德 立愿背询攻防焦点 美国的经济的基本面其实很好 台湾也不错 更特别是台湾的金融也非常稳定 强调台湾经济基本面良好 但国安基金究竟会不会进场护盘 还是投资人最在意 随时被战 那么如果政略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召开临时的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 来决定是否进场 职业目前没有进场规划 因为国安基金条例 必须是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 国际资金大幅移动 陷助影响民众信心 导致金融市场失序有损国家安定 目前还不到进场标准 IMF也调升台湾未来经济的成长力 更何况我们的金融面其实也很稳定 我们对台湾一定要有信心 政府也会很努力 会议投资人要有信心而不止五千亿国安基金 四大基金千亿银蛋也随时待命 台湾跟美国股市高度联动的关系 国安基金要出手必须符合法定的要件 股市的主管机关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手段 他应该赶快提出来救股市 今天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股市并没有继续往下跌 反而是一个涨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观察它的趋势 这个都不需要自己下去自己 要大家不要吓自己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也特地到行政院帮赖清德加油打气 毕竟从关塘案到股灾 赖清德也是蜡烛两头烧 30线黄金城 赵凯 艾森小组 他被跑到